好 那盖拉格尖说 不管谁当选下届美国总统 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 那路透在这个记者会上问毛宁 当然毛宁陈述了中国的一贯主张 然后同一个时间呢 美国2月21号公布了 最新一笔的对台军售 要卖这个先进战术的数据链 升级计划还有设备 总金额折合台币是23.66亿 那AIT也说了 这个访问盖拉格 就是众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 好 所以韩兵怎么看呢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当然从这个绿媒的角度来看 就是不要怕 美国派盖拉格来挺我们了 美国派盖拉格 你确定这是美国派盖拉格吗 盖拉格是一个 已经宣布不竞选连任的人 那他到底来干什么 他都不要竞选连任 而且他去年来过一次 他去年也是2月这个时候来 当时还是用秘密访问的形式 后来被外媒证实 今天这个行程也是早就定的了 对 这个行程早就定的 那他到底来干嘛 实际上我认为 他是来卖军火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看今天我们不是宣布了一个 军购吗 7500万美金 那他为什么要拜会韩国瑜 我认为是因为毕竟 韩国瑜代表是立法院 他就拜会韩国瑜 一方面当然大家礼貌性会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 国民党在野党 未来美国军购这些东西 你们就尽量 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那我们美国一定全力支持台湾 所以你们也不要党 立法院就很快就让他通过就好 然后他在帮谁讲话 他在帮军火商 因为这个人 基本上对军事是很了解 那他也一直都在 进行这些东西 你想想看他今年才39岁 39岁 以他在政界 这么年轻就单上 还什么针对中国共产党 什么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那这个人再来讲 在政界应该前途无量 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决定 不再继续从政 我认为是有更大的利益等着他 那什么更大的利益 我认为就是 这些商业军火 这些利益 所以我觉得他未来的职质 恐怕就在全世界各地 去帮美国去卖军火 去帮军火公司到处走 这是我个人的揣测 所以他才要带人来 那台湾是世界公认的盘子 那美国叫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 所以他来 我相信他这次回去收获又不少 可能我们又要吃下不少订单 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盖拉格来 唯一的意义 那韩国瑜当然 我也赞成亮哥讲的 就是可以大声对他讲 因为台湾多数人不想要战争 我们要和平 我们希望跟对岸交流 我们也没有说要背弃美国 我们也想跟美国当好朋友 但是不要逼我们去打相战 不要逼我们为美国去牺牲 不要逼我们为美国当挡箭牌 不要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可以很清楚的跟盖拉格表达 那盖拉格可能会不爽 不爽就不爽 反正你也要滚蛋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要很严正的表达我们的立场 韩平再多讲一点点 因为这个当然韩国瑜 他本身的这个政治动能就很强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粉丝不离不弃 而且他当这个位置恰如其分 他也是这个老立委了 你怎么看待在这个位置上 他在国际间发生可以做的事情 能够帮台湾人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游锡坤 虽然他自豪说我国际外交非常厉害 可是实际上他拿到什么国际外交 我老实讲他就是行李如鱼而已 我真的要讲的话游锡坤会讲英文吗 你确定韩国瑜至少是外文系毕业 你游锡坤会吗 游锡坤又真的懂什么国际外交吗 韩国瑜我不敢说他英文多好 至少基本的他都懂 而且他也曾经去出外访问过几次 而且游锡坤主要是因为是执政党 讲的就是这个 他就是配合民进党 韩国瑜我们看到代表台湾的 这个其实是多数 当然 赖清德是少数总统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要去发挥他的角色 第一个要告诉外国人 不要被民进党骗 台湾是有不一样的声音 不只是美国 未来因为所有的议会外交 韩国瑜的角色非常重要 美国西方等等 应该真实告诉他们 台湾多数民众的牺牲 因为我们当然愿意跟全世界交朋友 我们也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 但是第一个台湾不是盘子 我们不是任人予取予求 第二个台湾人需要的是和平 而不是战争 那如果世界各地的朋友 愿意帮助我们 那请拿出实质的行动 不要用嘴炮帮助我们 然后你们每次嘴炮完之后 台湾是更难过 我讲实在话 所以如果真的真心 要跟台湾交朋友 就好好交 用实质的行动支援台湾 而不是用嘴炮支援台湾 那台湾多数人要的是和平 请帮助台湾达成和平 而不是把台湾推向战争 我觉得这是韩国瑜 一定要去做的事 好 介大使外交专业 所以介大使 我也请介大使补充一下 像盖拉格这样的这号人物 他也不选了 赖清德 蔡英文 都要见他 你怎么看待这个其中的政治含义 其实就是说盖拉格事实上 他已经是要退出政坛了 对 那当然这是既定行程 而且他这次来 又正好碰到敏感时刻 我想美国国务院 应该也警告过他了 不要真正他把他原来想来 来用台湾做一个平台 在这边搞一场反中大戏的 然后把我们的政治人物 当他的临时演员 这个如一算盘 他要有所节制 看起来他算是已经比较节制了 不过刚刚韩兵讲的 对他基本上 他事实上那时候宣布下台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跟民主党的 共和党的主流意见是对着干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表决要弹劾 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 他和其他另外三位共和党议员是反对的 那这个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他跟共和党的关系将来会有问题的 不过他也当过兵啊 他也是学历不错 所以他的背景的话 他有军方的背景 所以然后他的政治 政治的背后的那个后台 就是原来的众议院议长也已经下台了 那个众议院议长啊 也宣布不竞选连任了 所以他的在政治后面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所以就到民间去捞钱吧 那他有军事的专业 那他又有国会的这个关系 他应该可以大赚一笔的 他可以大赚一笔的 所以很多人就问说 这种背景的人来 要其他国家的话 就是行礼如意啊 就是不要给他一个基本的礼遇 该有的这个礼遇就可以了 不要让他谈很多实质的 因为他谈这些实质的东西 他根本就第一个 第一个美国总统会被支持 他怎么知道啊 对啊 对啊 他马上已经不在政坛上了 他怎么 他还有什么发言权 所以这些话就表示 这个人有一点浮夸 非常浮夸 讲的话不是他能够讲的 不过现在各国为什么会去拜会 这些外交人 为什么会去拜会那个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是实权的反对党 领袖 他是真正的反对党领袖 因为照大概很多国家 国会的领袖 就是说任何一个反对党 国会的领袖 就是实权领袖 那所以就是说将来这些 日本 日本将来说实话 他这个水产品进口的话 如果立法院反对的话 那日本现在想要水产品进口 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这些 驻台的这些外交人员 他基本上他都要去打好 国会的关系了 对任何这个驻外人员 他都要把好国会关系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反对党的力量 是我们是嘲笑也大 所以韩国瑜这个位置 再加上他的个人人格特质 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大家就期待他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